大家好啊 今天我们来讲讲头发的画法 其实头发可以讨论的点有很多 因为头发属于随机形状的物件 所以挺难画好的 但偏偏又是长在脑袋上的 那么画好人物就一定要把头发画好 所以头发也就成为了无法避免的一刻了 一个漂亮的发型 肯定是建立在合格又完整的脑袋上的 所以在我们还不熟悉头发画法的时候 可以先画出一个完整的光头美女 然后我们需要讲解一下 头发是以什么方式覆盖在头部上的 找出发炫的位置是最重要的一步 发炫的位置因人而异 但一般为了美感会把它定在颅顶上面 头发从发炫开始向四周发散 这也是头发厚度最薄的地方 确定好发炫的位置之后 我们还需要明白 头发是有厚度的 但注意 千万不要画得过厚 看起来会像假发 当然也不要紧贴头皮 紧贴的话就会变成秃头少女 找到了发炫位置之后呢 我们来给头发分主块 二次元画法中 头发一般会被分为三大块 首先是前面刘海的部分 之后是中间的头发 会选择让耳朵露出来 当然遮盖住也没有问题啊 最后是后面的头发部分 也就是后脑勺长出来的头发 有了基础的头发分块 其实画面已经相对完整了 但我们还需要继续丰富一下 就是不够花里胡哨没有变化 目前要么是一大块 要么就是分叉过于平均 所以第一步我们需要在大片头发上 分出小片的头发 并且在发烧做出一些小分叉 再根据分叉的方向 补充上内部的细节发流 这一步可以稍微缩小一些画笔大小 和外轮廓粗细做出区分 最后我们找一些 与整体发流方向矛盾的反方向发色出来 还可以在头发交界的地方进行加深处理 用这个方法 我们把每一个发片都丰富起来吧 画头发就像和面 水多了加面 面多了加水 左边细节多了 就往右边添加一些细节 整体有点太乱 那就适当的减少就好 同时也要多观察 现实的照片 会更容易的把控头发的线条流动哦 然后我们再看看卷发的处理方式 其实方法都是一样的 先找到发炫 安排到头发的分块和朝向 然后在大片头发旁边 找出与之相对的小片头发 丰富分叉和内部的线条 寻找矛盾点 画出反向的发流 在画转面的时候 线条可以不用完全闭合 留出空隙来表达厚度 最后我们在头发分界处 进行丰富加深处理 那么就好了 头发说简单 并不简单 但说复杂 那还确实挺复杂的 所以我们在还不熟悉的时候 最好是有一个比较标准的流程 来辅助自己画好 画完整 那大家就用今天所学到的内容 尝试自己画一下头发吧 我是白飙子 我们下次再见 bbb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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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